下一組的話 那讓我們歡迎哲偉來分享他的人本 交通行動 那你要打開哪一個 好 沒問題 那我們交給哲偉 我是哲偉 那我這邊想要分享幾個 跟人本交通比較相關的行動 那有些是跟數位工具的應用相關 有些是比較實體的活動 那這跟 首先分享的是也是跟今天Kaleb 他分享的就是交通錐的小組行動 那因為不約兒童本人自己生活的地方也發現一些問題 所以我自己也有買了一些交通錐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說 這是在永和啦 可能有人或許有路過 這是突然有一個建築物他要施工 所以他把本來那個旗樓可以走路的地方圍起來 圍起來以後就變這樣 其實還是有人行道 只是很窄 但是他就會被停車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 怎麼都把車子停過去 那因為很窄 所以我們就後來有買了一些提醒的 先提醒他 他隔天來的時候應該會看到 那現在後來就會 另外一邊因為也要進空 所以我們就 雖然線都有塗掉了 可是有些停車的人還是根本沒在管 還是用交通錐去提醒他們 你看就是不管 所以後來就把那個錐子再拉長一點 就是有一天發現怎麼會搞成這樣 不曉得為什麼 還有人覺得好像是幫他留車位 厲害 但是陸陸續續 我們把那個竿子拉長一點之後 車子是少了一些了 大概現況比較現在是這樣的狀況 那等於說這個還是有用啦 就提醒大家一下 那至少讓那個違規行為不要太誇張了 他還是有違規 但是就不要真的把東西都完全堵死 所以這是第一個行動 就是我覺得 可能某些環境還是要我們自己先擺個一兩個 甚至我有碰過一個阿伯 有路過 他看著我在擺東西 他本來很生氣問我說 這邊不能停車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跟他說這是我在擺 然後他就臉色一變 就覺得很好很好這樣子 因為他也就是被逼著要走在路上 他那時候就 我跟他小聊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比較實體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之前上一次大眾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想要參考一些把一些人型空間的環境把它界定出來 有沒有一些跟車子不會實質交錯的路徑 那詳細的文件我想就不細講 舉例來說在巴塞隆納的做法 他把本來的十字路口變成是轉向車流 中間就可以不是車子出過 那在台北市 像今天在擺攤的部分 我們有介紹一個像潤翔開發的 Clatch的工具 我這次終於念對 那我們就想說 那Clatch工具就可以在這個目標下來實現一下 例如這個溫州街的路口 我們希望這樣子轉向 那我們就換一個角度 用剛才Clatch的工具 表達一下說 我們中間有花台 那個貨車你就轉走 但腳踏車的人還是可以過嘛 人可以過 大概是這樣子的工具 所以就有點是 既然要把那個路網的表達出來 我們就可以畫一點透視圖 這第二個部分 如果有一些路口或場景 你已經有想法 你可以再接著用Clatch的工具來把它表達 那回到現在 台灣越來越多的單位 它會直接提出一些路府改善 或整個道路環境調整 不管是從標線 甚至是加左轉車道等等 那很多 所以我自己看到蠻多案例 都蠻值得參考 可是有時候一滑 這個FBI某個印象就不見了 那我們想說 就把它標記在地圖上 所以畫面上你會看到有改好的 有人畫出方案 但市政府或地方政府或行政院 還沒去改的 那這個就蠻多資料還沒登記完 它已經有一些是在地圖上可以查 但是還有蠻多是 我們就是陸陸續續收集 但是還沒有時間把它標記好 像這些都是已經改善的路段 所以未來如果你碰到的路段 你發現到你這個是六米的寬度的巷弄 還是說這是一個T字路口或斜向路口 有沒有其他縣市處理過這種空間 那希望在這裡就可以很快找到 你看新北市有做過也好 或什麼縣市有做過 又或者說你平常生活的地方 你看它覺得很危險 那你會不會也知道曾經有一些團體 也曾經有畫過這個改善的方案 可能當然還沒有進到公布門被採用 所以待改善 但是已經有圖面啊 構想的部分 也會希望在這個地圖上一起被查閱到 所以上面會就是已經有的部分 所以這三個專案都歡迎大家來討論跟參與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哲偉 那下一次